早安 Salute 恭喜總統致詞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鼓勵 恭喜總統上台 謝謝 雅松申中華會館洪麗市長 國安會吳秘書長 外交部李部長 還有我們喬委會吳委員長 我們駐巴拉圭的余大使 我們的訪問團的成員 我們在場 我們最親愛的 包鄉親 還有 聽說我們 在現場也有很多的客家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還有來自 立法院的七位立法委員 你們是不是也算半個主人 站起來看一下好嗎 他們算半個主人 因為我們吃飯的錢 是需要他們同意的 我知道 縣長還有不只來自巴拉圭的僑胞朋友 還有來自阿根廷 巴西跟智利等鄰近國家的鄉親 聽說從鄰近國家 比如說 從阿根廷首都布里斯 布宜諾斯愛麗斯 到這裡 車程要一千五百公里 往返就要三千公里 所謂不遠千里而來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我們是不是請來自於阿根廷的好朋友 站起來讓大家給你們拍拍手 各位三千公里 謝謝 請坐 我們應該還有來自巴西的鄉親 能不能看一下呢 在那邊好多喔 請坐 謝謝 是不是還有智力來的呢 能不能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呢 請坐 謝謝 請坐 謝謝 我聽說也有從北美洲來的鄉親 是不是舉手 或許站起來讓我們看一下好嗎 請坐 謝謝 謝謝 我們要真的特別謝謝 雅宗生 中華會館的僑領 洪仲聖理事長 是不是請他站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謝謝 請坐 這幾天為大家奔走 籌備 我們的洪理事長辛苦了 對台灣人來講 雅宗生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我們如果用一條直線 從台灣穿越地心 來到地球的另一端 就是現在 大家所在的雅宗生 在這個地球上 離台灣最遙遠的地方 還有這麼多台灣人打拼的身影 這些力量 都是台灣力量的延伸 各位的努力 都是了不起的台灣精神 這麼多年來 台灣人在巴拉圭開創了一片天地 這當中 一定有很多 辛酸的淚水 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今天晚上 我們同甘共苦的一家人 難得相聚一趟 我們一起鼓掌 相互打氣 獨立加油 好不好 大家所付出的努力 不僅是開創個人的事業 還把我們故鄉的文化帶來這裡 像我們巴拉圭的東方市 這裡有很多來自東方市的朋友 是不是舉手一下 謝謝 東方市是台灣人 台灣人進入拉丁美洲經商的重要的樞紐 台灣的朋友特別多 我看過一篇報導說 東方市充滿了台灣文化的氣息 連路名 都有取作迪化街 店家的名稱 也有台灣的影子 還能吃到各種台灣的小吃 是一座 有夠台的城市 我們做外交 有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提升台灣的能見度 讓世界看到台灣 這個目標 各位都有參與到 我要在這裡 代表國家 代表台灣人民 謝謝你們 我在這裡 要特別 謝謝我們佛光山 還有我們慈濟 在地的朋友 替台灣人 在巴拉圭 做了很多行善的事情 把台灣人的愛心 能夠散播出來 我們是不是請他們站起來 大家給他們加油 好嗎 謝謝 請坐 我們 不只是要讓別人看到台灣 我們 還是要讓別人 看到 是什麼樣的台灣 我們腳踏實地打拚 誠懇地去跟人 撥感情 一步步去證明 台灣人的價值 跟台灣的價值 這就是踏實外交 大家這麼努力 政府的腳步 也一定會跟上來 未來 台灣和巴拉圭 將會一起推動更多 更深入的 交流計畫 除了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的 興建平民住宅 解決數位落差 醫療資訊管理 等等計畫 將會持續推動 之外 我們也會強化 農業技術合作 無論是協助巴拉圭發展 蘭花產業 跟雅松生大學 一起推動飼料生產計畫 養豬計畫 或者是 白鯧魚的 反養殖計畫 將來 將來 大家會看到更多 來自台灣的 農業技術的夥伴 揮翰打拼的聲音 這些計畫 都不是單向的 園外計畫 而是雙向的合作計畫 在技術 與食物的經驗上 彼此分享 相互支援 這些計畫 如果推展順利 以後巴拉圭的民眾 在餐桌上 就可以吃到台灣 技術養殖的白鯧 而台灣人 吃巴拉圭牛肉的時候 也會知道 這塊牛肉的背後 有無數農集團朋友的心血 今天 我們的現場 還有很多來自 台灣企業的代表 我們 是不是也請他們站起來 大家認識他們一下 好嗎 謝謝 請坐 這一次 請他們跟我們 一起來巴拉圭 真是希望為台灣打開 南美洲的市場這件事情 能有更多的產業人士 跟我們一樣 親眼所見 親身所力 用踏實的態度 來面對新的挑戰 我們是不是給這些產業界的好朋友鼓勵一下 也要拜託這裡的僑胞朋友 跟他們好好的聊一聊 在這裡投資的酸甜苦辣 讓大家更瞭解這裡的實際情況 臺灣 跟巴拉圭 是朋友 朋友相處 最重要的就是 用台語講 就是要 好兄 為了共同的目標 我們要能夠攜手合作 互相幫忙 這才叫做朋友 不僅僅是在巴拉圭 臺灣向來願意和世界各國 相互分享 彼此協助 臺灣也有能力 為全球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相信 有各位鄉親在各個角落 跟我們一起努力 臺灣 一定會在世界上 有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 謝謝大家過去的努力 未來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 一起來拚 一起來努力 今天晚上 非常謝謝大家的出席 讓我可以看到各位 當然各位也可以看到我 我們將來要一起打拚 為了臺灣 為了臺灣人 更好的未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總統